《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扶貧智庫準備的特備節目 《社會創新Crossover 怕待貧窮》 這個題目就是三十會及SBHA想出來的題目 大家可能看過或見過或感受過 一個可能社會企業服務的東西 之前司長、局長或特首都搞了一個社企高峰會 高峰會之後就不知道怎樣了 現在就好像沒什麼聲音 或者不知道怎樣了 希望可以今次扶貧智庫 既然說得扶貧 就不如說一下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能比較創作或是新興奮的方法 去說一下扶貧這個問題 今天身邊就有三十會及SBHA的Francis 還有由我小時候看到大 其實多久了 真的看完整的手冊看到你 但是現在Anwin 其實你都在做不同的扶貧 或者是跟社會課理有關的 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好 好 好 通常人最近網上也有討論 討論到 例如我在兩年前 加入窮富翁大作戰的項目 那是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 其實今年田少爺也參加 大家很多人都有討論 其實當時我之前也有參加 不同的社會的運作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過這個扶貧的工作 所以其實當時有機會去參加 參加的時候節目也挺好看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YouTube看看 也挺慘的 現在網絡兩集來說 我可能最辛苦這麼多天 咬到周身的 咬到周身的所有關節都關了瘡 其實都是一個辛苦的項目 但是這個項目當中 當然就是我倒過垃圾 也都住過一個小的 六呎成三呎的房屋 亦都繳了鞋子沒有錢的 就是高夫 其實那個過程就是一個過程 當然很多人在網上討論 就是你那又怎樣呢 去參觀而已 你以為那又怎樣呢 其實我想那個過程當中 自己就有一個明顯的思維的轉變 其實這個轉變也挺有趣的 最初我去的時候 都覺得可能會不會是一個 Survivor Game 就是你究竟怎樣過得到呢 看看你怎樣 三隻鏡頭看著你 求生 看看你能不能生存到 之類的 你心想就是有些心理準備的 實在是有些困難 我們都想看看是怎樣 可能從好那邊想 可能你也想想 我可不可以幫到一些人呢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我去了一兩天之後 就發現其實做到你死 就是根本是很辛苦 就是住的環境很辛苦 我們是夏天來的 就是外面36度 媽媽是那年09年最熱的那一天 但是我睡的那位是40度 就是那個是一個 局住中醫講的很濕毒的地方 所以爆很多瘡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另外就是你住的地方差 但是也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唯一可以有錢去住的地方 我們去做事 當時還沒有最低工資 我們就去倒垃圾 那倒垃圾的時候 其實算回減租之後 其實每天大概有50元開支 但是有20元 我們用來打算 23.1好像是 就用來搭車 剩下20多元 你就要吃兩餐三餐 但是是一個很體力的一個工作 所以其實中間 就有一個明顯的困難 過了一兩天就覺得 技術上你可能想得到 怎樣去倒垃圾 怎樣去處理到某些東西 可能都會過到一個遊戲的 如果是一個遊戲的話 但是其實也慢慢就 我們都覺得在這個節目裏面 我都覺得過了一個項目 就是在這個遊戲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搭到刀通地 而且這些東西白臭 那是一個挺臭的辛苦的工作 那他們說如果你呼吸不對 就是你吐了氣 有些人只能一吻兩三次之後 就一輩子都不行 不做這種工作的 因為一吻到就會吐 但是那些都是一些身體的 去到某一點 去到第二天 我就真的想到 其實都不是在乎我 其實我來的時候 也不是我去贏得贏得到遊戲 而是其實我想理解一下那些人 到底怎樣生活 跟他一起走的時候 不是我去幫他 跟他一起走 一起走的時候會不會理解多些 拍完節目大家可否理解多些 理解多些是否可以做多一些東西呢 那當時就直接有一個這樣的生態的轉變 那生態轉變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是有一個困難的 日後不夠睡 日後不夠睡 因為晚上睡得不好 就做工 那我做一份而已 有些姐姐做兩份 那才可能用七千元人工左右兩份 而根本你的體力慢慢都會不夠 那田二少也說 香港人應該很有 有鬥心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但是有鬥心都會困在那裡 你怎樣辛苦 怎樣勤力 你都還是困在那裡 你就沒有辦法離開到那個環境 那當時也有一些新的思維 包括社會公義 其實那些人很勤力 但是為什麼都掘不出一個洞呢 有些人可能有學識的 但是來到香港 他的牌子不能用 所以又要由零開始做起 明明都要做一些工作 但是只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工資 那些是有些社會的系統 令到有些人很困難 另外自己有一個感覺就是 那究竟自己的參與可以做多少事呢 那當時即時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即時的感覺就是 我都認識了一群朋友 那我當那群是朋友 我又不是來幫他的朋友而已 那朋友的時候 大家一齊可不可以走一段路 去找一個可以一起走得到的方法呢 我又不可以給錢他去幫他解決 不是幫他解決問題 他只會可能依賴做不到那樣東西 那怎樣可以處理到那樣東西呢 其實當時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我又開始了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也是一個社會的思維 也是一個興趣的新興趣 這個項目就是這樣的 就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我有一個小朋友當時認識 我認識他有時候七八歲左右 他來香港五年左右 就是很小過來的 其實挺香港人的 但是我跟他玩 去這個天星碼頭 就乘船在尖沙咀 麥當勞買一些雪糕 大家就乘船 他來香港五年 未見過海 因為住在很遠的地方 因為在深水埗 沒有出區 深水埗很近 沒有出區就沒有出區 他沒有出區就沒有出區 他就困在那裏 那個社區 他自己那裏 他又不是完全沒有錢 他每天媽媽給他20元 他又有東西吃 又有東西玩 又有東西之類 但是他就沒有出區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出區 他也沒有朋友 他就是這樣 我甚至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一男生來 一男生來 一男生在街上 我慢慢熟悉一點跟他聊 那你為什麼要嚇人 明明人家在那裏 你為什麼要踢人 為什麼要這樣 他慢慢去振動 其實是他不嚇人 他怕人會嚇他 我先去兇人 你很清楚看到 十年後 他就是柏園大院 黑社會的一份子 他其實很難離開那個環境 你跟他媽媽聊天 其實他媽媽根本也沒有辦法 日又做 日又做 他也沒有時間去理 你也不懂得怎麼理 你見過海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形容 香港根本就是被海圍住 而他就是困在那個環境 他不會想過 他都被圍住了 他根本就圍住了 被所有的環境圍住 你看到他十年 二十年後 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他不會想著要讀好書入大學 因為他根本沒有前景 沒有前景 他知道有麥當勞 但不知道原來在海邊有麥當勞 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這是一個我叫做絕望的圈圈 技術的就是誇代貧窮 父母沒有辦法 他就困在那個環境 困在環境裡面 他就繼續會是這樣 所以上一代的問題 引至這一代都會是這樣 本來父母的希望 就是子女可以有一個將來 但你現在很清楚 猜到十年後他的將來 都會是一個可能更加差的一個將來 那這是一個難的位置 我當時就想到 其實有沒有辦法 是有些東西可以幫到手 去令到那件事做好一點 當時我們開始了一個項目 那項目叫NICE 其實也挺好的一個項目 NICE 那項目的項目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參與過我們節目的首映 那首映就有一個 社交融業界的一個姐姐 那他就挑戰 他說 阿雯其實你 那怎樣呢 你去完那天又怎樣 你做來做甚麼 你過了兩個月 你就又變回一個正常人 你當然是說到天塌阿龍鳳 你有沒有事做得到 那我就真的拿這個挑戰 成為一個挑戰 我就覺得其實值得想一想 究竟是有甚麼可以做 那我又問他 那有甚麼可以做 他就是一個社交融業界 他就是一個社交融業界 那也是一個社交融業界 那香港是一個大型的社交融業界 那我就坐在那裡聊 就是大家很短的時間 就聊到一個項目 我記得當時我們節目9月 我們這個項目是11月推出的 那項目是甚麼項目呢 它叫做NICE Computer Bank NICE NICE 就是Netbook Inclusion for Child Empowerment 概念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希望給到一個機會 給小朋友見到多一點的海 他有一個好的競爭的機會 我們其實很明顯這個年代 我們大家都用了網絡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很明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如果我們有一個 令到他上網 學習到的機會的時候 那他就可能多了一個機遇 當然他可以上網之後去聯絡 去打機 去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那個機會 就沒有那個機會 我們就最少給他一個機會去這樣做 我當時就出去研究一下 究竟有甚麼方法可以處理到 都挺有趣的 這個新興趣的部分都挺有趣 從貿易去看 一就是原來我們在想一些電腦 我們平常買了Netbook 我是很熟悉的 就是Dr. Wong 專門是買電腦 我們去百老匯 要買電腦 我當作最便宜的電腦 兩千五到三千元左右 差不多 就是一架Netbook 都挺夠用的 如果你平常上網行的 Atom N450 N450 沒錯 他也很熟悉 2GB RAM 2GB RAM 2GB RAM 是很好的 應該都要三千元左右 接近三千元 但是他的困難就是 他又未必有錢買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Netbook 過兩三個月就非收 有另一個模特兒 Acer也好 HP也好 有沒有想過那些舊模特兒去哪裏 那些舊模特兒 通常就 我看到 大約便宜了 就會去阿寮街 有時便宜了 可能去阿寮街 對 通常是第二手 但有些貨尾的去哪裏 會不會運到巴基斯坦 或是去哪裏 阿寮街和深水埗高單是很近的 究竟會去哪裏 你有沒有發現百老匯永遠都沒有1,500元的購買 為什麼呢 交租 要在貨幣那裏 沒錯 其實它有一個環境 不是機器有多少錢的問題 不是它想取消機器的問題 而是如果大家都知道有1,500元的機器 我們就等到1,500元的機器 永遠不會買3,000元 因為我看你們兩個月後都要降價 這是一個想法 另一個想法是交租 去到求銷售、銷售、公司、商品等 全部都要降價 那些既舊機器去哪裏 始終是做了了 這些既舊機器去哪裏 當時我問了幾個行家 我發現原來舊機器在香港是會破破的 破破即是破破的 Kaspar 沒錯 它怕你能拆得到一會不會破破 不是有益的嘛 有某些東西可能有用 但就算是新的 接近是新的機器可能很便宜地在後門賣了或是阿裂街 但很多都是會削減的 每個月香港有400到500架 我形容的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曾經看過新聞有個畫面 就是iTro給阿母飯吃 美國還有太多賣所以要扔下河 要燒 其實這是一個 globalization 問題 就是資源錯賠的問題 明明有人在高登拿過三條街 阿寮街也好 基隆街也好 很多人很需要 但你寧願打爛他 你也不給他 這件事是挺慘的 但我心想 我也認識那幾個人 Samsung HP 我可不可以問他拿那幾個機器 我只要保證他那幾個機器 不會賣 所以是第二次市場 不要打敗他現在的新市場 那這件事可以解決 這是一個點 所以機器只要錯配 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處理 可能可以處理在這裏 二 網路 我們在這個空間 香港 任何一個空間 其實這裡有多少個3G網路 這裡有很多個 四個 沒錯 各個台都在這裏 我們現在這一刻沒有人在上網 所以這些網路是沒有什麼用的 其實香港就是這樣 大部份城市都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3G capacity 是over的 不過這幾年多了 iPhone 用得更厲害了 但一樣到4G 或者某些網路是沒有用的 興趣的問題是甚麼呢 網路 capacity 是甚麼呢 就是一種資源 如果你今天不用 明天不會多了 舉例 這裡有1Gb data 流量在這裏 我今天不用 明天不會等於2Gb 那就是一個perishable resource 那你不用 是浪費的 那也是一個economic problem 就是你如果知道方方的東西在適合的地方使用 那是很有作用的 有很興趣的問題是 Marginal cost of adding one user 對CSL來說 是很低的 是0 結果是出一張SIM卡幾元 就是出一張SIM卡填了一個表約 因為網路的幾十億已經投資了 那他只是要出 真是很低 但是marginal cost 這麼低 但是marginal utility 在這個未見過海的小朋友 是真的沒有客 這就是一個很興趣的位置 就是對我和你多一個網路 多一個SIM卡 我也挺爽的 但是都夠了 你拿了多少張SIM卡 但是對他呢 你如果配到一個機器給他 配到一個3G網路 例如unlimited use 那個真就是一個leveling play 那個機會就會在那裏 既然是這樣 有沒有解決呢 我結果又走了去這間大電話公司 就是這間CSL一間大電話公司 就跟了剛才講Samsung 不同的HP 不同的 hardware vendor 坐下來談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 將你沒有用的東西 將你多了的capacity 去reallocate 去re-suffer 當然我要確定 那個SIM卡不會 我們賣了50元一張 對嗎 對嗎 即是立即打電話公司 立即打電話公司 立即打電話公司 這個我有責任幫忙去做 我也走了一個回合 即香港有幾間大的二手 二手的高登 或者是灣仔店 有幾間大的二手店 我跟二手說 其實這架機 不要被人打電話公司 說明了 我簡直是貼張這部 在這裏 貼張這部就是 這架機是 即是CSL 或者大家送給小朋友 去幫他上網 請你不要 不要燙 不要被人打電話公司 那張紙 如果你要剷走 機器就爛掉了 所以就不能貼 差不多是燒下去 很興趣 社博界跟我說 這些叫labeling effect 拿著這部手機 就不想拿出來 就貼心一點 沒錯 但我們很興趣 這個也是從 business 界 有另一種思維 就是我叫那些小朋友 結果我們運行個program 小朋友要怎樣做呢 要 earn 要做十件好事 很少的 你可以幫你媽媽 今天去洗碗 明天準時回學校 準時交功課 拿個墨書拿個A 或者之類 那它要 earn 學校要recommend 老師要recommend 家長要recommend earn了之後 那個 label 就變成了Award 即那個 label 看你怎樣用 等於這架機 看你怎樣用 那個 label 拿著它是Wire的 旁邊那邊沒有 你沒有 我有 不是這架機 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就是如果我們用一架 差的電腦 一個便宜的方法 去給一架 譬如1GB RAM的機 你根本不夠溫的 做不到什麼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 將三架電腦六神合體 拆掉它 變成一架舊的電腦給你 你還要拿去洗 那你肯定是差的機 我們現在不是 我的機是怎樣 2GB RAM Windows Ultimate Microsoft給我 Windows Ultimate 3G Embed 3G Network Unlimited Use 我們都很適合 很適合 很適合 沒錯 這個程式是這樣的 很明顯不是 標籤你差 其實是CSR給我們的 但是我收回家長的錢 為甚麼呢 我下去跟我朋友聊天 黃先生 你不要欺負我 我說你怎麼欺負你 他就說 我們這個 你不要施捨我 我窮 我有骨氣 最後就這樣說 對的 而且他想去參與這件事 因為我兒子 這是我兒子 這是我女兒 我少吃幾餐 我都要他令到這件事可以 當然我要令到他 明想到網絡有好處 是的 即是我們上網絡有某好處 所以他結果怎樣 你自己升了多少錢 他們升了一百元一個月 最後就是什麼呢 一百元一個月 加入兩年 即是兩年 我們會比較 剛才所說的那件好機 新或者展示機 都不會太差 而就有個VG Network 我只是VG Network 都300元 那時候現在是200元 200元上網 你現在就連同機器 連同那件事 我便令到他 為甚麼社會社會 那一百元回來 是會幫我繼續去運行這個項目 而我繼續也做CSL 但是有CSL 就是我繼續找CSL也好 找Samsung也好 找不同的朋友 繼續捐 但是捐的項目 它是一般的捐 但是它離回那些窮人 自己的錢 就令到我運行的項目 也有個項目 就令到那個模特兒可以有機會去運行 那很棒 那就是很棒 就是整件事 但是有個問題 大家應該問 給他一個機器問題才開始 是嗎 是嗎 上網成人 Facebook 打遊戲 Cyber Bully 被人欺負 就是之類之類的 所以其實是對的 你給他一個問題 如果你學校沒有配套 或者他自己不認識 家長也不明白 其實是有一個危險在這裏 去到哪裡都能上網 可以有危險 但也有遊戲 就是兩個危險在這裏 就是一個很優秀的計劃 每一個人 我們配合一架機 一個限定的資料搜集 以及一個支援 和一個支援 一支援 一支援 後來發現一支援 不是最好的模特兒 結果是八支援 為什麼呢 因為支援有時會失去 支援 支援答應你一回事 到時又不知為何 拍拖 來不到 他答應你的事 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八個 你今天忙 明天有人頂你 有時有些事情 女生不懂得處理 男生處理 有個團隊去處理 會得 最初在USD 在大學那裏 去配合 去令到這件事發生 希望做的事情是 做得到 他是大學生 大學生 下來幫忙 這個已經很遠出城 本來最近特首有一個說 給少許錢 讓大學生去做補習 這個在模特兒上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有否去討論一下 不過這個 我想到這裏 我覺得Irwig 讓大家展示給大家看 為何今次我們的教育 6月11日 我們會有一個扶貧致富 說回 我們會請了 窮富翁大作戰的編導 窮富翁大作戰的參加者 可能我們找到一個 熟悉貧窮問題的NGO 一起坐下來討論 為何我這一兩年認識Irwig 我覺得很佩服很尊重他一個人 就是不是因為他的商業成就 事業那麼多的事情 做了出來 而是他一直在背後平安中 他參與很多 到現在其實他自己也 我上去辦公室 有很多金錢 之餘他們有一張很大的圖片 貼在一個位置 就是窮富翁大作戰 我覺得今次 其他窮富翁 我不太懂 但我覺得 雖然大家看電視 覺得很過癮 都是一個短的程式 但對於有些人來說 可能有粒粒粽子進入了去 那誰會拿出來做一個行動 這是我覺得 現在我們社會需要的社會 社會的新興趣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會討論 貧窮 亦有很多人想參與 很多人想參與 但我們3121 我們自己想做多些 就是大家去行動 是否社會企業是另一回事 但我們自己可以做到什麼 黃博士當然 他利用自己的知識 自己的網絡 做到的事情是不同的 Jame Oliver 他用自己的廚師技巧 做到一些不同的事情 他剛才說 我覺得他好像這個 尤老師 Muhirman Yunus 他在街上 我不想只付錢給我死的人 有什麼我可以做 大家都各自利用自己的崗位 自己的知識去做 這也是我們希望 在社會創新這件事 討論多一點 前面問Francic 你覺得這個社會 下的種子 或者有無的種子 即是社會競爭的種子 夠不夠 不夠 我們需要多些 同步地外 我們需要多些 不同的土養 資金 支援 我希望當每個人都走出來 大家儲存的資源 就像剛才Earwin說的 好項目 每個人拿出來 是很舒服的 拿出來 之後你會很開心的 那些就夠了 已經 希望就是這樣 好 休息回來再探討一下社會企業 和社會企業 這個題目 休息回來再聊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策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馬來賦負貧致負特備節目的第二節 回到負貧致負特備節目的第二節 剛才開幕的時候 Francis就聽完Dr. Wang說話之後 好像有些感受 很多 雖然我沒有參加這個節目 窮富翁大作戰 但是我們的感受是來自於 我們現在做很多負貧的Pilot 剛才王永說的一些貧窮小孩的狀況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個after school program 就是在低收入家庭的學校 多一些學校進行 我們已經進行一年半 去年開始我們就在鮮魚巷小學 今年就在另外兩間 一間深水埗 一間在屯門教學校進行 我們的 program 裏面也看到很多 剛才王永說的問題 那些小孩見不到海 沒有見過 我們搞這些活動 星期六他們帶他們出去 看看不同的東西 在旅遊車上 轉兩個彎 轉兩個彎 不是有幾個開始吐 他從來不踏車 沒有出過區 而這班 特別是在大角咀 深水埗 他們的面貌 其實多些是他們的機會問題 他們很多 留在區 因為他們的家長 要在那裏工作 或者現在貧窮面貌 其實很多時候是單親家庭 在國內來了一個婦女 會很快和香港的丈夫分開了 而那班人 因為未有九七年 他們自己拿不到中回 所以也要雙情症 有時候 他們都是冷淡情離座 但是他們要工作 或者他們要靠小孩 那些小小的資料 去生活 那這班人其實我們覺得 現在在整個問題裏面 是最核心的東西 當然也直接影響到 那些貧窮的小孩 他們的機會確實是很少很少 所以剛才Irwin說的個案 他做的一個是正確方向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說OL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越來越覺得 要多些exposure 不可以只讀書 這班小孩是零活動 放學之後 是有周家游來浪蕩 很多學壞 哈哈爸爸 他們的行為特別差些 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要有一點東西 我們要自強多些 在家裏被人家暴是很平常 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 父母名字很高 所以這些面貌令我們覺得 要行動 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在學校後 希望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們有個導師在教他們 我們在社會期間 懂得運動 效果是很大的 由上學期有些小孩的 單位數四科 到校期四科雙位數 但成績不是最主要 很多行為可以改變 有自己愛 因為我很老實說 我同意阿榮說 現在這班小孩 不要寄望 我們可以幫幾多人入大學 多數是不能入大學 因為他們的命運 很多時候是在Band 3學校 Band 3的命運 大家都看到 不犯罪可能很好 但這班小孩 在缺失的機會 不是機會那麼簡單 是每天的自信和自信 被人破壞 沒有自信 沒有自尊 一個小孩 將來讀不到書 他可以自強 但他現在這件事是沒有了 在一間很小的板間房 家裡的環境 爸爸媽媽媽不知幾時才回來 到第二天回到學校 又面對另一個學校的困難 那個困局 我想是阿榮 那兩個星期 那幾天 在貧困問題中 是會看得多 有一天 我們看到 Michael 跟清潔工聊天 有一個訪問 我想我的感受很深 清潔工為何會這麼寫 原來後面有很多故事 可能我們幫不了那麼多 因為他們在近幾年 管理公司沒有了下難給他們的聖結工 取紙皮 取紙皮的權利都沒有了 這就是導致他們現在的工作不少 所以我們那天也說 其實現在 我們政策有最低工資 究竟能夠幫多少 最終我們的勞工的 紙貨量有多少能夠 跟資方去紙貨量 這個才是我們面對多一點的問題 所以就業教育特別跨大貧窮 我們覺得有很多東西需要很多行動 我忍不住 我無論如何都要問一下 為何你會覺得社會企業是一個解決 或者是你見到問題的時候 為何你不會選擇現在平常的那種 可能找慈善團體合作的手法 因為剛才你說的可能是給一部電腦 或者是再給上網這些計劃 其實我想我看完這個源傳電腦搜索之後幾年 那時候是教統局 也有類似的計劃 會借一部電腦給你一年 也有56K上網的學生 我忘記是甚麼年輕人 那些 為何你會覺得現在可能那個模特兒是不合理的 而你又選擇了現在這個模特兒 我覺得其實從我最初想到社會社會社會的事件 我第一次接觸也是有位長者 一個人給我看一本書 那本書也很簡單 即Peter Drucker 管理學師父 其實做了90年教管理學 管理學是一個子女來的 整個西方管理 我們各方面每天做的事都是這樣 那它的最基本論點很簡單 就是管理其實是做了甚麼事 就是製造價值 製造價值 不單是賺錢給共產項 現在很多人就去想一個 就是我為了我上市公司 我有管理學員 你可以以為你單是為了共產項 的大利潤貸貸貸貸 就是最大的一個好處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一個最適合的一種 非常興趣 你想想eseconomics eseconomics的開始 這課可以這樣開始 其實是Adam Smith最初做 就是引營手的一個方法 Adam Smith以前在牛津教書之前 究竟他在做甚麼課 未有經濟課之前 究竟他在做甚麼課 這很突然 在國內有個幹部跟我解釋 你這麼熟悉西方的經濟課 他說是呀 你猜一下 本來Adam Smith是在做甚麼課 我猜不到 原來是靠財經濟課 原來他說如果經濟課沒有財經濟課 就是今天的雷漫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為了錢去追求那件事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錢去導致這件事 所以你無知境地去貪婪 和為那個方向去做 而本來是由財經濟課 由於到尾都應該是由財經濟課做根基 因為Adam Smith就是本來選擇那件事 不過他分析一樣 很興趣我的思維是甚麼 我正在看運作 我日常生活是很在商業世界 但在商業世界裏面有不同的Stakeholder 不只是Shareholder 有不同的Stakeholder 我們要遮蓋 不同的Stakeholder 遮蓋的時候 你要照顧到各樣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到一個很重要的思維 第一 就是一個公司的運作 一個公司的運作 你不可以沒有一個社會的 mission 和一個社會的價值 包括你是不是在做那件事之後 在破壞環境 是不是令到那個世界這麼不公義 是不是有些人令到 因為你應該在剝削某些人 為了某些人的個別的好處 就是這個一個看法 我們通常討論社會公義 這是其中一個會討論的 但又反過來 從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的思維裏面 究竟NGO的運作 又應該是不是要有一個 商業的能力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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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事是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一個公司 你公司運作的時候要理到社會的需要 但是當你一個機構 只是想想社會需要的時候 你是否可以不想想能力 能力 能力 明明是10元可以完成那件事 你9元完成了 你還要做到11元 對不起社會機構 否則你下年只有9元 運作就是我身手拿錢的 我能力對我沒有好處 不單止我個人好處 對我的機構 我都下年少了資金去做事 你做也要做到11元 那就不可能 那就是不能力 你運作的時候 怎樣用一個好的平衡去運作得好 我們社會機構不應該能力 我更加應該要 製造資源做得很聰明 去領導那件事做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興趣的模特兒 我甚至覺得 最近討論 其實這35年 其實在世界的商業學校 都開始反過來 有社會的商業或有社會的商業 或是社會的商業 去討論 譬如你們開始做很多個個案 例子 其實這個模特兒 可以怎樣轉變社會 政府和商業 究竟可以怎樣 怎樣互活動的運作去處理 不是一個施捨的關係 不只是我賺完錢 拿一元出來 十元 拿一元出來捐給社會這麼簡單 而那一元用來做什麼呢 如果我是一個商業機構 但是我除了錢之外 我還有很多的好處 我有brand 我可能有distribution network 我有員工 我可能也有軟件 可能有硬件 我 instead of scrap 了硬件 我拿回來用 已經可以幫到很多 我便宜過 好過我要賺錢去買電腦 去用那個網絡 有沒有想過3G的network 其實是很有用的 對社會的運作 本來是天原地設的事 但是你只要用得正確 其實那個network 在這裏根本是 那裏可能值很多錢 或者不值錢 反過來 你的價值就會轉購 我想阿朗員講的一種平起平坐 我們現在社會企業希望做到 主流我們商業社會已經是很久很久 也都越來越大 比政府更大 就是他們的項目 我們現在要叫他們主流社會 不要了 講回藥術 你們做回CSR 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是免費的基礎去做 現在為何我們不用其他慈善方法 而用社會企業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把某一部分的 主流的東西 拉過來 對 無論資金 無論專業知識 人才 如果我們社會企業得到一個認同 我們都做到跟P sells Ve 他們有很多資源可以拉過來 這件事是幫助我們在社福界的隔身當中 亦有一個接合位去做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很有趣 我要Irwin幫忙說一下 他現在又回到社福機構 又跟他們合作回來 你說很簡單說一下你的新項目 你又為何有這麼有趣 跟他們合作呢 這個新項目 新項目是一個很興趣的項目 項目就是我剛才說到 我試圖之前那一年做NICE的項目 我們派來找二三百個小朋友 那個項目就拿ICT獎金 拿大獎 但是都是二三百個人 我自己就在想 有沒有辦法在系統上有個挑戰 令到那樣東西更加加上升 如果這個模特兒是可以的 這個很有趣 所有的企業家都應該這樣想 就是我做到一單生意 我可不可以做一百單生意 你怎樣善用的資源 其實事業模特兒是加上升 其實這個很正常 你任何事業模特兒 都應該要細心想的東西 我又想像一個企業家 想像一個企業家 但同時我就覺得 社會價值是否可以有系統地 有大量地去生長呢 而且當你越大的時候 會不會做得越好呢 這個新項目是這樣 這個項目叫做有機上網 你快要有機上網了 你上了網便有機會 我們剛才說二百人 現在我們是交易四十萬人 就是一半的學生 香港現在有八十八萬學生 就是四十萬人 接近一半的學生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有辦法 令到這麼多人 都有辦法去善用到網絡 善用到機器 善用到提供 整體可以做到的事 其實可以很多 這個新項目 我們在社聯網下面 設立一間新公司 政府亦有個分別進來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去西三樓 如果我們用全城的級別 去建立一個便宜的ISP 可以怎樣做呢 怎樣把價錢整體拉低呢 但溫得來要很穩定的 又要很穩定的 穩定的ISP 大家用到又要便宜 沒錯 這個聽起來是 就算在商界也不容易的事 但商界也只剩下三四間 你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 這是一個興趣的位置 另外我們有沒有辦法 令到電腦 亦都是一個漂亮的電腦 不是一個差的 清潔的電腦 是讓小朋友 令到他們有這樣的機會 做得到呢 當我們有一個大的階段 去做的時候 亦都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是很興趣的位置 我們現在的新項目 就會向這個方向做 希望九月新球學年 就可以這樣推出 令到很多人 都可以有機器可以上網 上網之後 就有新的機會 你真的變成一個窮富翁 現在真的在做大作戰 作戰真的又大又大 我希望庫翁連的感應 在我心裡大家都可以 真的有一個庫翁 Irvind 你可能擔任了一個機器 兼且可能想著九月 創造一個新的系統 但我又要聽聽 一個搞得比較久一點的老手 Francett 差不多時間沒有說 即是說可能 大家都知道SBHK 可能都在分析 例如大家記得的轉迫 或者其他一些項目 其實在行動一個社會企業的情況之外 其實最難最難的是什麼呢 萬事起頭 我也覺得是比較難的 但是起完那個頭之後 其實社會企業有時候 真的好像IT公司 做開始的 反而是首頁 好像是不是更加難呢 我覺得香港未有足夠的個案 我們要去下一個判斷 我們還是很初始 正如剛才你說的 其實我們的社會創新的想法 我們現在是不足夠的 我們覺得現在第一步 我們希望土養 醞釀更多人出來 其實近年我們跟大學有接觸 很多同學現在對這件事的興趣很大 正如哈佛、Stanford 現在一線的大學 全部都很興趣出來 因為畢業之後我做社會企業 我覺得如果這個氣氛 第一,學界那邊去做 是會幫到很多 但是我們自己的經驗 覺得只靠學生 也有不足夠的地方 因為學生的準確 相對是會低一些 他們也沒有那麼多人生越來做這件事 我們現在希望 多一些不同行業的人 例如Earway 這些這麼有商業經驗的人 出來做 我們後面有很多不同的 專業人士 也覺得我可以做義工 也有很多社會界的人 也覺得我想做一些 持續性模特兒的事情 也有些證明 譬如正界的人 也會說 譬如阿基哥 他們也會說 我現在想做社會 更多一些 我覺得 好不好 我們不要這麼快去評論 怎樣去做 也都可以再談 但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興趣 我們的看法就是 社會企業是否成功 第一步走出來 有一個 passion 有一個心想做某件事 我對某個問題真的很大 你會聽到 那個故事 因為沒有entrepreneur 會說回自己的故事 在那裡出來之後 其實跟著下去的問題 其實我們覺得 跟商業一樣的問題 所有商業企業一樣 由他發展出來 最初沒有資金 要生活 一兩年沒有薪金 到接著下去 很多人潑冷水 我的社企劃 但一直都做不到 不夠partners 因為沒有名字 到後來他做了一些成績之後 人是怎樣 我不夠人 他聘請人 但又管理不到人 人出現問題 然後最後 我真的想升級 資金找不到 現在很難 他不懂跟人說 不是沒有資金 社企劃很多人都想投 但我不懂得去找這些門路 這些我覺得 比起第一個 有 passion 走出來 有辦法 那個步驟是比較容易 因為現在可能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機制 除了我們也有很多 其他地方的公司 例如你去找Erwin幫忙 他也會幫你 如果你是好事的話 但我覺得現在 需要多些人走出來 而且如果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Erwin現在利用的方法 就是把不同的資源 創意地加入 商界很多資源 我們如何運用 幫助我們的社會企業家 去做 我們覺得現在是 整個機會大很多 所以如果在電腦面前的朋友 覺得自己想做 但不知道怎樣做 現在是時候行動 現在外面很多坊間的資源 可以幫你 去想多些事情 去做 說起資源 我要潑冷水 說回現在 社企的資金來源 創業資金來源 公司有一個 火半槍自強的計劃 大家都聽過 可以在三年裏 最多可以拿三百萬 另外有一個就是 勞福局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其實最主要是幫助一些社交基金 包括社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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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外馬 現代的食龜糕 那些店鋪 全部都是一些 就是現有的社福機構 去做去開的一件事 即是問回兩位 見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會想 是一些商業 想著去透過社會企業去擴大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做些事情 還是其實他們有一個想法 是真的想改一個模特兒 因為你買一個優惠 你是要錢的 我自己會有一個質疑 就是究竟你買一個優惠 是唯有想多幾個人有事做 還是你真的想想一些模特兒 是真的解決問題 三位 這頗有趣 就是一人一人講講優惠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很興趣的問題 就是我真的有時見一些商業計劃 就是想做社會企業 最流行就是做茶餐廳 其實很簡單 你的計劃就是做茶餐廳 通常會形容到 一些應用程式 就是我們可以請到 幫到多少個編稱 就等到他有工作 通常是社會機構的語言 對 但是這個是商業計劃 對不起 我是Venture Capitalist 我坐下來看 我說你做茶餐廳 第一 就是為何茶好喝 就是很簡單 第一 就是為何有人來喝茶 不是你請多少人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賣點 就是我專門請編稱 我又不介意第一次來 是因為你是編稱 但我沒有理由來 是因為你是編稱 編稱主 還是不煮的茶餐廳 而是最重要是炒飲 或者最重要是 如果我們做零售 更加在哪裏開 你是否服務很好 你是否提供一個好的價值 給你的服務 就是這樣 這些位置是很重要的位置 任何人都應該這樣想 就是你的目標是誰 不是你聘請甚麼人 對不起 是你的目標是誰 你的目標是你聘請那些人 那些東西是錯的 就是你想要賺錢 所以這個 我想每次坐下來 想一個行業的時候 都應該用這個角度 甚至是 一個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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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提供了好的價值 他給你10元 但是你給你12元的美麗奶茶去喝 所以他就會回來喝 所以就持續 當然因為這樣 你也可以令到10個人有好的工作 你那300萬就做得好 所以我又不敢去批判別人做甚麼 不過你如果開一間奶茶店 而不打算煮好奶茶 就注定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那樣一定要有一個實在的價值 我絕對同意 Earwin說 其實現在我覺得很多社會企業都要意識到市場是重要的 很多人有些時候 譬如說ethical consumption 或是良心消費 不如大家 但我覺得這真是投機前 做得多久 基本上你的社會企業要形成一個sustainable的狀態 不是說一年 是說幾年 不是分庭三年 是再繼續下去 很多 我自己的看法 我都要先說 我自己現在是在火笨商前強委員會 我有份在 但以下言論就是 我在這裏幫忙之前 我也有這樣說 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企業 在世界上看是一個很寬的層面 社福界去做 現在你不能說 因為他們的設置政府說要工作創造 所以他們想的所有事情就是 商業很避忌 為了請人而做 請人 其實就是庇護工場 不過現在是進化了版 但我覺得這件事 不可以和 我經常說 在洋蘭裏面的洋 不可以和外面的純綠比較 現在外面有黑暗中對話做得很成功 你不可以經常拿黑暗中對話和他比較 他們是在商業模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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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彈性很多不同 分析的限制又少 但是我自己看 政府支援的商業模式去做 因為是最大部分的群組 我亦都看到他們的價值 在哪裡 他們對於社福界其實帶來很大衝擊 有幾間社福界比較出名 做得好的社工企業 其實對他們內部的影響很大 他們裡面多說了維持性 多說了很多新的想法 找了很多商業人進入 這對於傳統社福界的改變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對資源的意識不同了 我們以前是燒燒燒燒燒燒 但現在原來做社企業這麼難 我們的資源很難找回來 我們香港的社福界 我亦都敢說 我們比外國改革得慢 但是社會企業確實對他們 有很大的價值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去看 我們反而想要資源 我們用外面商界資源的資源 做多一些 比如我們在運動 我們在做的事 我們希望在這個項目 多一些人走出來做 就不要罵社福界做成差 不如想想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多好 從這個角度去做 將整個鏡頭做闊 我覺得是現在我們希望做到的事 這個發人心醒 我都希望有些時間 我都要爬一爬 看看有哪個比較好一點的模特兒 好 臨這個off show之前都要說一說 接下來的跨代貧窮 Crossover 這個社會創新的談論 就會在什麼時候搞 還有哪裏搞 6月11日 在灣仔的小童韻一會 要報名很簡單 就上去扶貧致富的網站 就在這裏 Proverty Fink 今天多謝Francis和Erwin上來 是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你 下一集就會輪到Jacky 繼續講這個職業扶貧 這個題目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